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学员可以打五折 收入由李洪志和当地气功研究会按比例分成 仅从1992年5月到1994年12月29日 李洪志就举行了56期培训班 非法敛财 284万余元 之后叶昊又帮助策划 市场宣传 兜售书籍磁带等活动 谋取了巨额利润 很短的时间内 叶昊就成为李洪志身后最重要的人物 转发 转发轮就是叶昊组织于常兴 宋建峰等专家教授参与编写 又聘请作家穆某及另一位作家朱某某参加书的编写润色 1995年1月4日 转发轮首发誓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 1996年 法轮大法研究会成立后 叶昊分管对外联络工作 直至他1998年3月移居加拿大 移居加拿大的叶昊并不甘寂寞 他频频出入国境 策划法轮功下一步发展 1999年4月25日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 其幕后的组织协调者就是叶昊 当时许多法轮功秘密会议都在叶昊家里召开 1999年6月25日 叶昊在国外创办了明慧网 以网络形式来控制法轮功信徒 他两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女儿分别担任项目负责人和技术骨干 1999年7月22日 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之后 叶昊以原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中国法轮功分会期间的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 为法轮功喊冤教区 慎世尽力 不久 叶昊出任境外法轮功公开社团法轮佛学会的会长 正式成为法轮功法律意义上的负责人 叶昊常年周旋西方社会之中 当年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台湾陈水扁当局 以及各种国外组织对法轮功的每年两千多万美元的巨额经费支持 也大都是通过叶昊之手进入法轮功的 因此 叶昊一家在法轮功内部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职务 长女叶映红掌控明慧王 齐妻蒋雪梅掌管加拿大法轮功组织 次女叶芳红掌管多伦多法轮功组织 近年来 房间传言叶昊架空了李洪志 是境外法轮功真正的掌控者 也有传言说 由于叶昊在法轮功内部影响太大 引起了李洪志的猜忌 叶昊被边缘化了 传言在2015年被证实 这一年的7月20日 有人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12马路边 拍到叶昊夫妇哭作纽约街头炼滩的凄惨场景 夫妇俩勾背弯腰 老太隆忠 风竹残年 壮如乞丐 堂堂二师傅沦落到这种地步 真让人唏嘘感叹 有人说 按照法轮功的理论 这算是叶昊投靠反华势力 出卖祖国的报应吗 文字幕志愿者 ishops 作曲 民� Voiceover 虎音声 感谢您失望